大家等的优惠活动它来了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活动 并且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新款的这几个威力层大的烙铁头 前200名的用户送一只价值80元的烙铁头 相当于两只烙铁头到手的话是549 三只烙铁头的话是589 并且呢再加一次抽免单 记住这是前200名 这网汉台呢升温速度非常快 你看现在是休眠中160度 我拿起来看这个温度 马上几秒钟时间就可以达到设定温度 这时候呢直接可以 你看现在就可以划心了 看到了吗 直接就可以划心了 升温和回温的速度非常快 用完之后手柄放入这个底座 三秒钟之后它会休眠 休眠中 这样会更节能和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寿命 这个拿起来是挺有分量的啊 这个峰值能达到150瓦 重量2.75公斤 因为它卖点之一是里边用的是线性电压器 而不是开关电源 下面介绍一下我手边这几款配套的烙铁头 当然它的烙铁头总量有很多 购买时可以联系客服 选择你所需要的烙铁头 首先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 就这款 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嘛 这款是C5.0 这谁来说 C5.0 转装电源焊XT90的时候用的就是它 待会给大家演示大马蹄啊 这个威力很猛的烙铁头啊 这个是C2.7 这个也属于马蹄头 但中间有个坑 这个焊集成电路脱焊的时候 对于新手来说更好操作 看到了吗 中间有个坑 这个马蹄头上是C3.8的 比5毫米 你看 比C5的要小一点 这是K头 K3.5 焊一下小零件的时候可以选这个 但是还有更小的 比如你修手机啥的 还有更小的 K2的都有 这个K5.5D 这俩一块介绍吧 这个是K5.5 就是咱们常用的刀头啊 它俩有啥区别呢 你看5.5D的话 这个斜面更斜 并且这个更薄 然后这个K10.0 这个威力就比较猛了 然后这个 这是他家后来才出的这款啊 C8.8 这个威力应该是更猛 因为它这个接触面更大 咱们就把它装上去试一下 咱们电热铁开到380多 也不用开太高 这是一块焊系 挺大的一块啊 直接放上去 这我不剪接 也不加速 看到吗 这个很轻松 看到了 全不划开 这个你修变频器啊 逆变器啊 一些大的焊点 拆模块啥的 用这个肯定是威力 还猛的啊 想了解它更多的一些功能呢 可以进到我的合集里边看一下啊 以前包括拆解啊 都拆解过啊 详细的介绍过 另外想入手的正好是活动机 不要错过机会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